到我們那一代 其實發生什麼事可能真的會沒有人知道 亦都有家長和老師參加集會 國教就觸動了很多人心 很多媽媽她害怕害到她的小孩子 但其實今次和國教是沒有分別的 理論上應該是成年人 但是今次激發起一些年輕的人 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我也很佩服他們 學聯華大批的學生參與罷課 顯示政府管治有問題 當這麼多人都不合作的時候 這個就是她必須要跪下 和香港人誠意道歉 做回她的工作 而不是高高在上 以為她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我們必須要跟她說 你絕對不是這個地方的主人 因為香港人才是香港的主人 參加集會的人 闖滿了警方開放天美道的兩條行車線 而在出入口位置 警方就戒起了鐵馬戒備 而在早上發起中學生罷課一日的學民思潮 也都在立法會外面集會 抗議人大常委會的普選框架 罷課不罷學 罷課不罷學 學民思潮說有1500個中學生罷課 來參加集會 另外有1500個市民來到聲援 警方未有公佈人數 將來可以無愧自己 我們可以跟別人說 我們曾經爭取過 雖然失敗了 但我也是曾經爭取過 我們有做過 又在屯門讀書的中六學生 來到參加集會 說沒有通知家人和學校罷課 我媽媽就很生氣地打電話 來問我去了哪裡 之後她才說原來學校 打給我媽媽 就說要處罰我 如果她說我去抗課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 不過我就覺得它這樣是 令到學生不敢去為自己 覺得適合的東西去掃 這樣等同於扼殺言論自由 有中學校長說擔心學生 沒有通知家長和校方參加罷課 會作出處罰 我們不排除有機會 是一個以抗課的模式記錄 這次事件 但我們都要留意 我們不是單單有記錄 而我們都需要有老師 或者我們甚至社工介入 了解究竟情況是怎樣發生 學民思潮說 沒有考慮到發起延長罷課 無線電視記者在《利盼龍》乎到 無線電視記者在《利盼龍》乎到 無線電視記者在《利盼龍》乎到